《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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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號碼註冊 語音實時交流 分區專題討論 一款叫Clubhouse的應用 讓中國網友感到驚喜興奮 通過這個軟件 長期被網絡防火牆和網絡警察監控 封鎖的大陸人 可以和全球各地的朋友 就諸如六四大屠殺 香港抗爭者 新疆集中營等有關民主、人權等話題 直接進行思想交流 不過熟悉大陸言論環境的Clubhouse 中國用戶 隨時都在擔心 在軟件上的發言 會被當局監控 雖然Clubhouse的開發者 阿爾法探索公司 位於美國九金山 但是根據南華早報報道 該軟件的關鍵功能無塊 是來自一個由中國人創建 在上海和植谷都設有總部的公司 Aggra Clubhouse用戶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 方寶喬指出 該軟件利用Aggra的雲端平台儲存數據 如果數據存放在大陸 當局可以隨時以法律之名獲取用戶資料 時政評論員顏建發教授則表示 由於Aggra的中國背景 讓人懷疑Clubhouse可能是一種釣魚工具 先讓你隨意說 再將魚音當作證據捉人 2月8日 一些大陸用戶在使用Clubhouse的過程中斷線 一些人說手機已經無法收到登錄該應用的邀請碼 被認為是中共當局已經對該應用採取了措施 時事評論員張天然教授認為 中共維持統治的關鍵是控制思想 因此會不惜代價 掌握信息領域的主導權 香港大紀元已經開設後備頻道 請點擊旁邊香港大紀元頻道 請支持我們傳遞真實新聞